这颗金晶病的传闻中的震撼弹 后座力真强啊 中信金真的有意要来并购星光晶吗 今天星光晶的这场法说 就格外受到关注了 要知道哦 4月26号 他董事会才刚刚通过 我们继续研究跟台信金合并的可能 结果才一个月之后 杀出了陈咬金 居然是中信金啊 我其实非常好奇 如果是中信金想要金控 想要在人寿要攻城掠地 怎么不挑家赚钱的 反而是去挑唯一亏钱的星光晶呢 好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不过君相你知道吗 我看了这整个事情 我们跑他们新闻非常多年了 我们有一句感想 这所谓的螳螂捕蝉是麻雀在后 但是你就会发现 哇 最亲的兄弟 居然是你最大的敌人 这个部分说实在很残酷的一个结果 但是你知道他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搞好没有搞定 管理病你知道吗 可能国内金控业界 无辜菜三大家族全面掀起牌 今天星光晶 他线上的法说 他讲我给你讲 全部释出善意 你看他的这个 受险的净资产比他愿意提高 提高到到4.94 而且他的投报率 也会增加到3.91 好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一个大窟窿的 星光人寿 要不要增资 增资多少 我跟你讲很神秘 最后他们讲 延后再来讨论这个 最重要的事情你没有讨论到 你还要讨论什么 现在在这里面 不是你自己想要跟谁病就可以 错 全世界都知道 整个金金能不能病 病的成功 谁说了算 拍板定案那个叫做金管辉 所以金管辉到底要怎么 最最近的态度 如果中心金真的 要去病了星光金 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 来 今天金管辉的主委 他就已经说话了 目前为止 他虽然没有办法去评论 而且会紧盯 但是 但是 目前为止 这个事情他觉得 如果能够打世界杯 那他乐观其成 不过 俊相你知道 吃 大家都想去吃星光金 好处在哪里 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好吃 管你们有一句话就讲完了 你如果吃了星光金 很可能你会在国内的金控 变成No.1 俊相你看 台信金现在资产多少 才1200多亿 资本额 你看星光金多少 星光金有1600多亿 小要吃大 而且你吃大了之后 你最后的排名多少 No.1 请你看清楚 喜小吃大 一下子变成最大 这就是吴东亮的算盘 但是有这么容易吗 这星光金 台信金的可并安 不是今年第一次 我跟你讲 22年前 22年前 掉在墓 来 你看一下 2002年 那时候就已经提出 老大星光金 很多人觉得老三比较能干 想要 有的人觉得老三 一直想要吃吃老大 可是你吃得下吗 里面一大堆星光的资产 该怎么办 木木木 整个拉拉拉 拉到最近 就是2024年4月份了 最好玩了 肉我都愿意给你吃了 我星光金 整个没办法 我董事会打不过你 我要卖给你了 你跟我说你要延宕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老三 你不是一直想吃吗 就是我已经都 小中大阪 整个大花宝都穿好了 我准备要上轿了 结果 你这三推四推的 轿子没来 有什么 原来他发现这个新娘 背后他的星光人寿 他有很大的窟窿 那个窟窿有上千亿 问题就在这 所以你就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要让他有交集该怎么做 我跟你讲 你知道这个兄弟两个 为了在今年 到底能不能把他合并起来 他开不多少次会 我跟你讲 这两个人从二十几岁 互相丢那个烟灰缸 打一路打 我跟你讲 从来没有什么面对面的 只有在今年 面对面最多 我跟你讲 在东亚经济会议的时候 大家为了要整病这件事情 他那个老大开始弯下身 弟弟啊 我们一起来讨论 在一场会议 你现在看到了 已经在一场会议 要对于怎么病 如何换骨 完全吵得不可开交 都已经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就是不愿意在一起做 然后呢 去圆山饭店 本来都已经在餐会了 谈不拢就谈不拢 是更有趣的 这兄弟两个都住在 阳明山的豪宅 都无极了 弟弟 吴东亮就讲说 哥哥 我就同一个车子 我把你载到回家 这个我诚意做足 可是一路上 听说一路吵 就是因为 他怎么换骨 怎么病 谈不拢 没有人要吃亏 我跟你讲 为了新受 这个上千亿的窟窿 尽管会已经紧盯 那现在吴东亮讲了 哎哟 我跟你讲 你既然现在你 吴东亮要入主 要入主整个的星光金 你可不可以 姓吴的 听清楚了 姓吴的 全部都给我供集 让我集进来 那这样问题来了 所以 整个星光金控的 这个大屋子 大家争抢药 抢下它 吞下它 你就No.1 问题是 里面有一个超级大窟窿 有人说是败家子 谁 就是星光人寿 我就问 星光人寿的窟窿 到底有多大 而吴东亮 这个老三 它有这么多银蛋 可以去填这个洞吗 好问题 我跟你讲 现在的窟窿 至少1000亿 到有人讲说将近1700亿 这么大 而且还不断地增加 我跟你讲 美金 你看这那个 台信金 它上上了现金 你看一下 300亿 你300亿 我跟你讲 整个星光头洗下去 都吃不来 而且更何况 你也不晓得 接下来 咕咚有多大 我跟你讲 这很讽刺的 你看 今年当年 那个 俊翔 我们都知道星光人寿 我们在台湾 都不知道 它其实是 寿险的双雄 一个国寿 一个就是星光阿姨 高峰期有900万户 通通都是 我跟你讲 当年最轰动的一个广告戏 打开一把伞 500万 我记得 你记不记得 大家一家四口 躲在那个伞下 有了这个500万的伞 所有的一家都 那就是他们的 现在谁要打这把伞 请问你 现在这500万 我跟你讲 500万 5000万 5000亿 恐怕都保不了 这个家族的兄弟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就要讲回来 现在想要抢 星光金就可以成为No.1 不是只有他 谁出来了 来 我们看一下 重出江湖的 中信孤家大哨 重新 回到江湖 轰动武林 第一个案子 大家就要紧 第一个就是这个星光金 其实你知道吗 他是被动的 其实吴东静 觉得他的弟弟 不断的无限延宕 我们到底要吵到哪一天 他其实已经拜访 所有国内可以吃他们的了 国泰菜家 他赶快去问 不论是富邦 或者是国泰 没人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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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到新售 那一千亿的 大家不敢碰 可是他问了顾家大哨 重出江湖 你要不要吃 他蛮想要的 他觉得蛮juicy 有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中信金 真的吃下了星光金 我跟你讲 君相你看 你下一下 现在中信金多少 800 他的资产额 你看他的 这个部分 加起来 8.38兆 然后星光是 5.08兆 来加起来 加起来就已经 13.46兆 一下子赶过 超过第一名的国泰 国泰现在是 13.0多兆 所以一下子赶过 所以我跟你讲 这就是 这个估重量 最好的 就是这个 所以我只要吃下了 星光金 我立刻就变成 No.1了 最大的 所以你觉得 这个估重量 要不要好好的一波 而且我跟你讲 除了金控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人寿 人寿也加分 你看一下 现在这个 在中信金里面 他的这个叫做 台湾人寿 你看台湾人寿 第几名 第六 才第六名而已 可是如果他病了新寿 我跟你讲 加起来 他立刻可以 超音赶美 赶过其他人 我紧尽了 前三里 他立刻可以 把南三给挤下来 是 所以我跟你讲 不论是金控 不论是新寿 我跟你讲 强强固 很热门的就在这里 但是大家觉得 你孤大哨 这个怎么刚重出江湖 想法很多 你一下子又要 变这个所谓的 星光金 一下子又对于 那个经常银行 觉得Bling Bling 你都想做 这到底情况如何 我说实在 你虽然企图心很大 但是俊祥你知道 他至少要过三大关 如果中信金控的 孤大哨 你想要去吃星光金 第一个你就碰到吴东亮 我吴东亮等了22年了 我只是慢一点而已 我只是慢一点 你不能插队 对 而且我现在 在我这边的人数 我大概有实习董事 你那个吴东静才实习 你怎么尬得过我 第二件事情 很多人觉得 这只是为了 他重出江湖 当然没有那么单纯 所以当我们以为说 这个孤家大哨 他5月17号重回 中信金董事会 开始要起手 你看两招 一招你看到 如果我可以吞得下 这个星光金的话 我的总资产会 No.1 同时第二个效果 我现在人寿的排名 会坐三望二 你觉得觉得 他都在帮中信金思考吗 背后原来看到的 也是杀到建谷的兄弟系强 亲兄弟 你来看 他在孤家老二 说实在 孤家老二正在做什么动作 关注别人 你看一下 他原本的受限 叫做凯基 各位 凯基现在准备要跟谁合 就是三伤 美邦人寿加起来 我跟你讲 直追中信金 我跟你讲 最厉害的老二出动了 老大 他怎么坐得住 我跟你讲 说了一大堆 对金控人寿 并有机会做到最大 其实原来是亲兄弟 在后面打算盘 所以我只能说 撑开多少大伞都没有用 兄弟不合心 说实在 未来 无辜菜 全台湾的版图 你到底会怎么换 没人知道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谢观看